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A股全日通,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请来了药材证券的分析员潘灵俏,潘小姐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潘小姐您好 淳子您好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A股的盘面情况了 那上证宗值呢,是涨了83.13点,报4529.42点 那生存值呢,是涨了535.45点,报15872.53点 那么今天啊,是公布了一个5月份的汇丰制造业PMI的初值为49.1 虽然是好于了4月份的48.9,但是不及预期的49.3啊 那同样也是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新低 那联系三个月呢,是低于了50的这样一个盛衰分界线 那潘小姐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出台对A股的后市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好的,那么这个数据呢是反映出呢整个的一个制造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一个,嗯,一个经营的状况呢 还是非常的一个疲弱,嗯,而其中呢从分项数据上面来看呢 像是新订单数据呢,就继续的下滑 而这个产出数据呢,也是创下了13个月的一个新低 反映出呢,整个的一个经济呢,在短期内呢 是很难能够一个起稳,嗯,压力呢比较的大 而另外呢,就是说明了呢,在这个政策的一个层面呢 还有继续放松的一个空间,对于市场来说呢 它的一个流动性呢,还将会继续保持一个宽松 嗯,而今天在市场上呢,这个在经历了 嗯,昨天的一个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炒作之后呢 今天也是继续的受到一个追捧 相关涉及的一些板块,像是航天航空 生物医药以及这个机械制造等等的 都是继续的处在一个涨停的一个前列 而对于创业版来说呢,目前它的一个市盈率 已经是超过了上百倍 而它的价格呢,在价位指数的一个 嗯,也是创下了,不断的创下这个新高 从今年初以来到现在累计的一个涨幅呢 已经是超过130多倍 所以呢,整个创业版的一个风险也是在不断的累积 那么有基金公司呢,就已经开始呢 要求呢,严格控制投资 创业版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比例 说明了呢,都已经开始呢 关注到呢,创业版的一个泡沫 对于整个的一个创业版来说呢 有面临着一个回调的风险 而且呢,风险是在加大的 另外呢,整个从这个资金面上来看呢 两融的这个余额呢 又是超过了2万亿的一个关口 创下了一个新高 那么由于呢,目前的一个 由于目前这个两融的资金呢 已经是处在了一个创 券商的理论的一个融资的上限 因此呢,就是有可能还会面临着 创商继续降低这个两融杠杆的一个风险 而在这个市场不断 就是面临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之中呢 也是有看到这个明天起这个打新的资金 继续的一个回流 因此呢,市场的一个资金面呢 还是继续的保持宽松 短期是保持宽松 而从技术面上来看呢 从5月19号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天的时候呢 是突破了整个收窄三角形的一个 上方的一个压力位 因此呢,是开启了一轮新的一个声势 那么目前来看呢 前方的一个阻力位呢 依然是在4月28号的4572点 那么如果呢,整个的一个 价位是突破了这个阻力位之后呢 有望继续一轮新的声势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长运方面的板块了 那中国远洋和中国发展啊 昨天呢,是双双的发布了公告表示 中国远洋的全资子公司 中散集团呢 以及中海发展合资成立的联姻公司 中国矿运 就与淡水合股于5月19日呢 就签订了一个这样构传协议 就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那潘小姐您认为签发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后 他们的发展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就这个协议来说呢 对于这样像是中国远洋和中海发展两家公司来说呢 肯定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因为呢 这两家公司呢 是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之后呢 是向巴西淡水河谷购买了四艘这个大型的矿沙船 同时呢 也是和淡水河谷签订了这个25年期的一个 每年600万吨的铁矿石的一个运输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是能够覆盖住 像在这四艘船在它的一个可使用年限当中的一个 全部的一个运力 因此呢 两家公司的这个合作呢 可以说是已经锁定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利润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中国远洋呢 还将准备呢 另外购买实收的这个大型的矿沙船 那么说明了呢 中国远洋对于整个业务前景的一个看好 但是呢 从这个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的指数上来看呢 从去年的这个十月份以来 整个的指数呢 都是处在一个下滑的过程当中的 那么说明了整个的一个船运的一个运价呢 是在不断的下降 那么这也是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利润呢 短期来说很难是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那么除此之外呢 市场也在猜测说这这些船运公司之间呢 是不是有一个合并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合并的一个机会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信息上来看呢 合并重组的一个概率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 互相之间的合作的一个概率呢 是肯定有的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 一个这些公司的一个状况上来看呢 像是中国远洋和中海集运这两家公司 他们在这个集装箱业务上面呢 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那么公司之间呢 也是开展了这个合作协议 而另外呢 像是这个中外运长航和招商轮船之间呢 也是从去年开始呢 就已经开始合资这个建立船队 那么这些公司之间相互的一个合作呢 使本来就存在运力过剩的整个的行业的一个 资源呢 能够得到一个更为有效的一个配置 那么对于整个的行业的一个复苏来说呢 有一定的一个好处 但是呢 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复苏呢 目前来看呢 还是要等到呢 今年年底 所以呢 综合以上的这些因素来看呢 整个船运行业的这个前景呢 还是偏向比较中性的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讯板块了 那整个板块啊 在上周的三大营运商就集体降费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行情爆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昨天的国务院发表的提速降费的意见啊 更是让整个板块再次的升温 那今天早上呢 就有几只股份啊 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涨停的状况 那潘小姐你能给我们分析一下通讯板块的发展吗 嗯 那么对于这整个的一个通 嗯 宽带的一个提速降费呢 最为受到利好的呢 就是这些的通讯设备企业 那么从整个的一个政策上面来看呢 嗯 一方面呢 是在加大这个网络的一个建设 像是在这昨天公布的发布的这个意见里面呢 就明确的提到呢 2015年整个的一个网络建设的一个投资呢 是达到要达到4500亿元 4300亿元 而根据呢 三大运营商今年的一个投资开发成本的这个预算呢 嗯 是达到是预算是这个4075亿元 这其中呢 就和目标之间有相差的225亿元的一个规模 所以说呢 整个的行业在今年来说就有面临 嗯 会有进行一个加大一个投资 而这其中呢 就会是受到这个影响 受到比较利好的呢 就是像是一个光鲜的一个铺铺设要增加 嗯 而相应的一些的基站的一个建设也要增加 因此呢 这些通讯的设备企业呢 会有一个订单的一个增加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降网费 降网费呢 就嗯 目前所采用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开放整个的这个市场 所以呢 嗯 在这个意见里面也是提到呢 要在今年呢 是嗯 增加一 嗯 开 嗯 至少要增加100亿的一个民营资本呢 进入到这个宽带业务当中 那么整个的一个嗯 市场开放了就有利于呢 竞争的一个加大 从而呢 是降低这个嗯 降低这个费用 嗯 因此呢嗯 整个也有利于呢 整个市场的一个做大 那么如果说从这个4G业务上面来看呢 截止到今年4月 嗯 截止到今年的这个4月底呢 整个4G的这个用户量呢 是1.78亿户 那么而根据这个嗯 这一次国务院公布的这个意见里面呢 的这个目标呢 就是要在今年底呢 达到3亿户 整个的一个嗯 整个的一个市场发展的一个空间呢 非常的大 也有利于呢 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前景的一个拓展 所以呢 如果说是从这样的一个消息上面来看呢 可以主要重点关注的呢 就是像是嗯 通讯设备的龙头 企业中心通讯 0000063这家公司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像是主要运营光纤光缆业务的 这个嗯 特特变 特发信息这家公司 嗯 公司的代码是0000070 嗯 好感谢潘小姐为我们做出精彩的分析 也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潘小姐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